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下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 这个小节包含的知识点比较多 首先在整个项目上要搭建一个安全生产体系 安全生产体系有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在项目上要建一个安全领导小组 它的组成是三家企业 总承包 专业承包 劳务分包 三类人员 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 专职安全员 这个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 第二个 项目经理在工地上 他对安全承担第一责任 不单单是安全 包括消防 文明施工 劳务管理 各项事务他都是负第一责任 工程实行总承包的 总承包里边的哪一个人要定期考核分包的安全管理情况 是企业的负责人还是项目的负责人 所以由项目负责人他来考核 比方说中建二局同时在建的项目有两百个 那么每个项目的平均有五个分包 加起来一千个分包 你让中建二局的企业负责人去考核 他也考核不过来 所以应该是项目经理他负责考核 本工地上的五个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 这个才合理 这句话是今年的二届考核一下 工地上还要配备足够的专制安全员 适当的增加配备 接下来的内容 实务考试是必考的 那么在法规管理中都比较重要 那么同学们首先看到分两种情况 建筑装修专业是按面积配的 一万到五万平米 至少要配两个 超过五万平米的 总包了至少在工地上要配三个专装去 而积淀 市政 水利和公路 它是根据合同造价来配 五千万到一个亿配两个 一个亿以上配三个 专业分包单位比较简单 至少一米 那么这个图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 每年都必考 老五分包相对来说 不要求大家记住数字 数字不用管 记住尾巴 跟作业人数有关系 老五分包在工地上的功能越多 那么相应的专制安全员也配得越多 下面我们做一道案例 某厂新建一条大型汽车生产线 内容包括土建 设备 钢结构 管道和电器等 工程工期紧 工程量大 技术要求高 专业交叉施工多 通过招标确认 由A公司总承包 合同造价1.52亿 A公司将土建分包给了有资质的B公司 在A公司项目部进场后 配了两名专制安全员 并成立了以安全员为第一责任的安全领导小组 成员由安全员项目经理其工长组成 B公司配了两名兼章学员 那么15老师通常会告诉同学们 做题的方法是围绕着下面的小问去回答 但是陈老师的感觉就是这种围绕着小问去答题 其实很容易答漏的 陈老师推荐同学们的学习方法是 做题的方法是 首先检查题目里面的句号 凡有句号处先标上一分 标好了一分以后 接下来就是检查可能的考点 像第一句话 这里先标一分 某厂新建一条大型汽车生产线 内容包括土建设备安装 钢结构管道和电器 找了半天 找不到考点 判断它就是一个基础信息 大致地告诉你 这项目里有些什么工作 没关系 找不到考点的时候 再把一分改成零分 不要以为这个动作无关紧要 当你这样从头到尾仔细搜导过的时候 你已经把风险控制到最低了 接下来第二句 攻击井 工程量大 技术要求高 专业交叉施工多 很多同学看了半天 又找不出考点 继续判断它还是基础信息 所以这一份很多人当漏了 其实这一份是有考点的 我们刚才提到过 工程量大 危险程度高的时候 应当适当增加配备 所以这句话翻译过来 就是适当的增加配备 有一分的 好 接下来再看第三句话 A是总承包 合同造价了1.52亿 然后土建是B公司 土建分包B公司 这里边的1.52亿 肯定是一个考点 A公司项目部进场后 配了两名专专缺员 这个两名必有蹊跷 为什么会讲几名 肯定有蹊跷的 那么1.52亿的话 对应A公司总承包 应该至少配三名专职 以随随随为第一责任人 必有蹊跷 那么应该是以项目经理 作为第一责任人 成员由随随随组成 必有蹊跷 那么这里边检查以后 应该是少了一个 项目技术负责任 好 最后一句话 B公司配了两名兼职安全员 为什么强调兼职 那么可能也有问题 翻译过来就是 土建分包 至少要有一名专职安全员 做完以后 再检查下滑线的间距 凡是下滑线间距 比较短的 应该问题不大 下滑线间距比较长的 完全还有可能 有大陆的信息 再继续进一步检查 那么这样的话 做题就可以把风险 尽可能地降下来 项目的安全体系 三个层面 把它搭建好以后 接下来就是 责任要落实到人 我们把这个来叫做责任制 出题的方法 就是把四个人的四个职责混在一起 要求你能够区分 哪个责任是谁的 那么企业负责人跟项目负责人 它主要是动词不太一样 然后它的负责的层级也不一样 企业负责人是建立制度 项目负责人是落实制度 两个人都有制定 企业负责人制定的是 公司层面的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 而项目负责人制定的是 项目上的安全施工措施 企业负责人保证的是 单位层面的安全生产的有效实施 而项目负责人确保的是 项目上安全施工费用的有效使用 企业负责人对整个公司成建的工程 要有定期和专项的安全检查 项目负责人及时如时的报告安全事故 专职安全员最主要的职责 是安全生产的日常检查 然后现场监督专项方案的实施情况 技术负责人分两种 项目技术负责人 最重要的职责是安全施工技术交组 他要做好 那么企业技术负责人 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签署 而且还要定期寻查专项施工发案 这是企业技术负责人的职责 好 下面我们看到经典提醒 以下哪一个属于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的安全责任 A 制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谁打企业负责人的 B 确保工程上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 那么这个明显是项目经理 他管用钱 施工前向作业班组做技术交组 这个是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最主要的安全职责 第一 监督危险大专项施工发案的落实 这是专制安全员的主要职责 所以四个人的四个职责混在一起 要求能够精确区分哪一个责任是谁的 这个每年都会考 好 第二道题 下列关于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说法正确的是A 施工单位里的主要负责人 指的是施工单位的法庭代表人 这个说法不全面 包括法庭代表人 也包括总裁 包括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 还包括什么安全总监等等 那么因此他指的实际上是高管 施工单位的跟安全有关的高管 专制安全员对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 很多人会选B 错了 对项目安全施工负责的应该是项目经理 C 专制安全员应当常驻现场 对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D 装修工程是按工程造价 还是按照面积来配专制安全员的 建筑装修专业都是按面积配 不是按造价来配 好 这道题的最终是选C 下面再看一下企业负责人 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要定期待班检查 每月检查时间不少于多少 工作日的25% 一个月假设是30天 扣掉四个周末 还有22个工作日 乘上四分之一 那么大概就是五天半要下工地 企业负责人下工地的时候要有检查记录 分别在企业和项目两个地方进行存档 建管办安全站将来要检查的 那么两种情况下老板必须下工地 第一种超过一定规模的微大工程 比方说机坑爆破 搭脚手架 老板必须去看一看 第二个项目出现了险情 或发现重大隐患的时候 老板要到工地上去一下 比方说同时在建的有四五十个工地 那么每个工地的可能就是兜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那么凑起来的话至少要有五天半 所以老板怎么样安排自己的行程是很关键的 就是说哪个工地在搭脚手架的时候兜一下 或者说是机坑爆破的时候去一下 对于有分公司的企业集团 集团领导因故不能到场 可以书面委托 工程所在地的分公司负责人到现场去进行代办检查 这几段的14年和16年都考过 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下项目负责人的安全责任 项目负责人在同一时期只能管一个项目 代办生产的时候要认真做好代办检查记录 项目负责人每月代办生产时间不得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80% 由于我们都知道工程是连续施工的 1号干到31号 早上6点干到晚上的10点 而项目经理有至少80%的时间必须待在施工一线 这就说明他是没有礼拜六礼拜天 也没有8小时工作制度 离开现场的时候 应该向谁请假建设单位 经过建设单位的批准 离开期间可以委托还是应当委托项目班子的其他成员来负责外出工作 是应当委托 所以在危大工程施工期间 项目经理们必须在现场待班 不得请假 好 做一道题 建筑施工单位的企业负责人要定期检查 项目负责人定期待班生产 符合规定的有A 企业负责人每月待班检查时间不少于该月工作日的25% 待班记录要在企业和项目上分别存档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项目负责人待班生产时间不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80% 待班记录应当签字并存档 完全正确 项目负责人因其他事务离开现场 应该向谁请假 向建设单位请假 第一 企业负责人在项目超过一定规模的微大工程施工期间 必须到工地上来兜一圈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一 项目经理在微大工程施工期间离开现场的时候 应当委托相关负责人负责日常工作 能离开吗 不能请假的 老板都到工地上来了 你还到处乱跑 所以这道题最终应该选的是 A B D 注意这两个人的情况 可以进行这么一个总结 好 那么关于企业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的现场待班 就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下总分包的安全责任 这个知识点非常的重要 但也是同学们学的比较熟练的内容 首先 在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好总分包的安全责任 但是这个约定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 否则就无效 其次 工程上的应急预案是由总成包统一来组织编制的 三 分包出了事的 由总成包负责向监管部门上报 四 总包要自行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 五 比较重要 总分包就分包工厂安全生产承担什么责任 连带责任 分包不服管理导致事故发生 分包承担全部责任还是主要责任 那么考试考的比较多的就是第一句和第五句 某工程项目安装分包合同中约定 分包中出现任何安全事故都由分包自己承担 在施工中总包发现存在安全隐患 要求安装公司停工 但安装公司担心不能如期完工继续抢工 因此发生了重大的事故 说法正确的是 A 安装公司应当按约定承担全部责任 B 建设单位应当向总成包主张责任 C 该合同无效 总包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D 该约定无效 安装公司负主要责任 这个题只要坚持看到最后 大部分的人都会选D 实际上它的主要考点就是这句话 它是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人生伤亡的免质条款一律都是无效的 其次 本案发生的原因是分包不符总包管理所导致 所以分包承担主要的责任 考了这么两个支持点 最后建设单位B错在什么地方 建设单位应当向总成包主张是错的 因为法律规定对建设单位来说 总分包是连带的 是一体的 我想找总包找总包 想找分包找分包 想一起找就一起找 不存在应当找谁的问题 所以最终应该选的是D 好 那么关于总分包的安全责任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学习一下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和义务 从业人员的权利有六个 义务有三个 权利今年第一个比较重要 安全生产知情权指的是三个东西 危险因素 防范措施 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这个今年特别留意一下 执行权的三个内容 义务有三个 第一个 尊章守法义务 第二个 接受培训义 第三个是隐患报告义务 所以在法律上 权利和义务区分的意义在于 权利是可以放弃的 不构成违法 但是义务必须要履行 如果出了事就会要追究责任 好 第一题 某私工企业在安全培训时 组织员工课堂讨论 哪个人的观点是正确的 A 张某认为安全生产知情权 指的是从业人员有权了解 工作岗位的安全责任 安全规判制度操作规程 很多同学都以为A是对的 其实这个A 知情权的内容不是这三个 这三个是培训的内容 是从业人员有义务 学习的内容 知情权的内容 是危险因素 防范措施 事故应急措施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把题目做错 王某认为安全生产请求赔偿权 指的是因为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人 在已经办理过工商社保的情况下 不可以再找本单位 这个说法有问题 已经买过工商社保的 出了事以后 首先是向社保中心要求赔偿 那么不够赔的还可以找本单位 C 李某认为 只要发现存在任何事故隐患 就有权立即停止作业 或采取可能的措施后撤离现场 同学们一般遇到什么任何 都会觉得有点警惕 这个选项搞不好是错的 但究竟错在哪里 同学们不太知道 注意 紧急避险权 何谓紧急避险权 就是紧急才能避险 不是说只要有安全隐患 事故隐患 你就能避险 这个隐患必须是 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 第一 丁某认为 工地上有事故隐患的时候 应当立即向现场安管人员报告 这个是考危险报告义务 完全正确 一道题做完以后 对里边的几个概念 理解的就会深刻而到位 所以像这种题都是最好的题目 好 再看另外一个题型 这个题型考的多一点 施工作业能源应该遵守的义务是哪几个 A 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正确使用是权利还是义务 显然是义务 接受培训权利还是义务 能不能不去培训 因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 必须要去的就是义务 那么培训是一种义务 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建议 建议是权利还是义务 建议是权利 可做可不做的 发现事故隐患 立即报告 这是什么 是义务 必须要做的 拒绝违章指挥和强力冒险 是权利还是义务 所以拒绝是一种权利 你可以拒绝 也可以不拒绝 所以这道题 要理解命题的基本思路 就是六个权利 三个义务混在一起 要求能分得清哪个是权利 哪个是义务 权利是可做可不做 而义务是必须要做 好 这个小节就给同学们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下 有关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这个内容在实务管理和法规中 都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首先在黑板上有一张表 培训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建设主管部门的官方培训 官方培训针对的是四类人员 企业主要负责能考A证 项目经理能考B证 专制安全员考C证 特种能考特种证 这四个人是官方培训才有效 企业的内训是无效的 施工企业自己负责的培训有两个 全体管理和作业人员每年一次安全内训 由企业请老师 企业来组织考试 作业人员在六个星的时候要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 新岗位新现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这个也是由企业负责 那么关键就是分清楚哪四个人是官方培训 然后企业培训 哪两个培训的是企业负责 括弧一 在劳务派遣的情况下 生产经营单位 也就是用工单位 它进行的是岗位安全培训 而被派遣劳动者 而劳务派遣公司 对劳动者进行的是一般的 必要的 通用的安全培训 这个在劳务派遣中 给同学们讲解过里边的原理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合格的人不得上岗 如果是考书上的原话 你看不看书都会做 没意义 所以会绕个弯考你 企业上岗的 在岗的管理人员作业人员 至少多少要经过安全培训合格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八 全部是错的 应该是百分之百 因为不合格的人不能上岗 新职工在录职的时候 企业安排的是三十二学时的安全内训 然后以后的每年还有二十个学时的再培训 高危岗位的新职工 安全培训合格后 要在经验丰富的师傅带领下 实习至少两个月才能单飞 第一道题 施工单位里 哪些人要经过官方培训才能上岗 A 应急救援人员在表格里查得到吗 查不到的人都是企业培训 然后同学们记住 在自学的过程中 特别容易混淆应急救援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的概念 安全管理人员是项目的领导班纸的成员 而应急救援人员指的是工地出了事以后 谁抬担架谁找纱布和顶酒 首先这种人必定都是兼职 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招聘两个专职抬担担架的人进来 其次抬担架要不要去政府考个证才可以抬 这个当然不需要的 所以这个人是企业培训 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在主管部门考到A证 这是官方培训 钢筋工混淆土工在表格里查得到吗 查不到 查不到的都是企业培训 专职安全员应该是官方培训 垂直运输机械作业能源属于特种能源 特种能源也是官方培训 所以看懂这个表格的触及思路 就是要求你精确区分 哪几个是企业培训 哪些人是官方培训 案例题 某工程检查发现 项目经理持有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和安全资格证的B证 电工 电焊工 价值工 都有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问 施工企业还有哪些人需要考安全资格证及证书的类别 那么安全资格证总共有三章A证B证C证 那么漏掉了A证 企业负责人要考A证 漏掉了C证 专制安全员要考C证 那么第二个 他问的很巧妙 与其中作业相关的特种人员是哪几个人 很多人本来这一段觉得很熟的 一问到这个的话 马上大脑晕了一下 跟其中作业相关的主要是三个人 一个是装塔吊的 一个是开塔吊的 还有一个是指挥塔吊的 安装拆卸能源 其中司机 信号失所部 这三个人 好 再看一道题 有关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说法正确的是A 上岗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合格率 至少达到90% 错的 100% 作业人员在同一施工现场更换岗位 可以不再进行专门安全培训 这个显然是错的 新现场新岗位 新材料新工艺 都要重做专门安全培训 施工企业对被派现劳动者 负责岗位安全培训 说法完全正确 第一 高位岗位新职工安全培训合格后 实习多久才能上岗 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两个月 好 这个小节就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